新衣 皇帝的新衣 很久以前 有一个皇帝最爱穿新衣服 可是他的新衣服 只穿一次就再也不穿了 时间一长 他的裁缝 做不出什么新 式样的衣服了 一天两个骗子来见皇帝说 我们是远道而来的 纺织工 能织出一种特别好看的布 这种布很特殊 凡是笨的人都看不见 皇帝想 这倒不错 我可以分出谁聪明 谁笨了 于是皇帝赏给他们很多钱 让他们马上织这种布 他们一直知道深夜 可是织布机上人是空空的 一直知道深夜 深夜 皇帝派了一个最诚实的大臣去看 大臣左看右看 没看见什么 不 他想 糟糕 要是我说出真相 皇上一定会认为我愚笨 撤了我的职 于是他回去对皇帝说 皇上我从来没看见过那么漂亮的布 你一定会喜欢的 皇帝听了信以为真 就带着一批大臣去看 皇帝看来看去 什么都没看见 嗯 这是什么回事呢 他想 我怎么没有看见布呢 难道是我愚笨吗 不不 我绝不能让 说我看不见 于是他对两个骗子说 他最喜欢这种布 用这种布做的衣服一定很好看 大臣们也纷纷称赞 啊真是好布 没多久 两个骗子说布已经织好了 接着又装模作样的把衣服 做起衣服来 衣服做好后 他们到来到皇帝面前 帮皇帝脱下衣服 又打装给皇帝穿上新的 这时皇帝拼命的想象着说 啊真妙 这衣服轻得像羽毛 薄得像针丝 大臣们也都称赞 多么漂亮多么合身啊 第二天皇帝穿上这件衣服上街去 大人们见了都欢呼起来 皇上的新衣服真好看 皇帝听了更加得意 忽然一个孩子大声喊道 皇上你怎么没不穿衣服啊 这像会感冒的 街上的人听得都哈哈大笑 皇帝也呆住了 他心里想 这个孩子是诚实的 只有他才讲了真话 咨诺 是